家人大姐马以南再成为关注焦点 去年四月底他跟夫婿以及达兴工程副董王仁志在台电餐厅吃饭 台电董做陈桂敏也在场 民进党痛批马以南是把手伸进了国营事业 不过马以南透过声明稿强调单纯是餐序 绝对没有干涉任何达兴跟台电的业务 而马总统在中常会上也重申 上任之前全家都已经辞去了所有的职务 他严守奋计家人同样也是 不会让家变成了巧事情 或者介入许多不该介入事情的地方 热腾腾的酸菜白肉锅 台电力进餐厅的这一位远近十名 不少政商名人都是座上宾 去年四月二十九日 马以南夫妇和达兴工程副董王仁志也到台电餐厅吃饭 国民党中常委姚江林 却拉着台电董做陈桂敏出现席间 马大姐以前当门神 那现在又被爆料 把她的手伸到整个国营事业里面去 马大姐要展现的实力就是说 这家公司啊 达兴工程啊 王仁志啊 这间就是他的伍爷啦 作为总统的家人却陪着营造商 和国营事业动作碰面 让民党很有意见 马以南这顿饭吃的是酸菜白肉锅还是瞄准往外的其他目的 当时以台电董事身份陪着出席的姚江林 跳出来说真是误会误会 不是我安排的 也不是我请客 我也跟我们董事长说 马以南 那个大姐在那里 要不要打个招呼 要知道那个非常开放的地方 可能在那谈事情吗 马以南没有出面 只透过声明稿强调 去年的那场饭局是单纯朋友间餐序 就无安排介入达兴公司和台电业务 更别提示前线 这顿火锅宴是个一年多才被拿出来做文章 酸菜为外飘出政治味 体育员新闻 总统报道 民进党总统